K-POP魅力席卷全球 从亚洲到欧美全部为之疯狂 不过未来新生代却恐怕无人接班 年轻人口悬崖是锐减进行事 速度快到当局史无前例 提前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挑出针对青年的详细数据 发表长期分析 数据显示 南韩未患人口比例 从两千年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五 到二零一零年的百分之六十八点九 再到二零二零年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逐年上升 生育率因此呈返比锐减 为了拯救人口危机 经济到城南市政府 搭上耶诞氛围 举办相亲大会 一百位年轻男女来到饭店找真爱 现场提供免费装法 精致食物以及破冰游戏 其实这已经是城南市第五轮相亲活动 官方统计四百六十名参与者中 有198人成功配对 地方努力出奇招 中央批命生补助 遇到明年在新生儿贷款上 投资二十七兆韩元 不过对年轻人来说 政府撒币只是小确信 如果大环境没改变 要结婚生子 恐怕是强人所难 三里新闻六月余报道